澎湃新闻报道,湖南慈丽女子派出所死亡疑团 赵有香走进派出所之前对女儿邓杰说要照顾好自己 邓杰有些不安,母亲看出来了,还安慰她说几个小时后就会回来的 那天是6月14日 邓杰一直没有等到母亲回家的消息 却等来派出所的电话,让她赶紧去医院 到了医院见到赵有香时,她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随后,邓杰在网上发了一条头戴校布自述视频 称母亲6月14日去当地派出所接受讯问期间死亡 6月20日,平安慈丽针对女子称母亲到派出所接受讯问后死亡一事发布警情通报 2023年6月4日,犯罪嫌疑人赵某香 女56岁,慈丽厅人因涉嫌溶流介绍卖人犯 犯罪,主动到慈丽厅公安局观音桥派出所投案 照在等候讯问期间,上厕所途中突然摔倒 民警随即联系医院抢救,经医生抢救无效死亡 医生诊断为恶性心律失常导致心源性猝死 目前,调查善后工作还在进行 张家界市慈丽县警方表示 若调查发现相关人员存在违法行为将依法严肃处理 6月20日,澎湃记者致电当时邓杰联系的检察院和政法委相关人员 对方称不方便接电话 关于这则通报,邓杰自然有自己的疑问 母亲生前除了胃有毛病,身体还可以 若是发生突发性死亡 为何身上还有原因不明的外伤 为什么他们看到视频仅有出入讯问室的部分 而不见讯问室的情形 他迫切地想知道他母亲在派出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几天,对于母亲死因的疑惑一直缠绕着邓杰 他不认可警方通报里 赵有香因为涉嫌容留介绍卖人而到派出所投案的说法 据他回忆,他和家人是在医院的时候才知道警方在找赵有香 邓杰说,今年五月中旬他父亲患上了肿瘤 在长沙肿瘤医院治疗 那天他们全家人一起去了长沙 在他父亲准备做手术的前一天 他母亲接到了邻居的电话 说有派出所的人过来了 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让赵有香打电话回去 赵有香想等查普做完手术以后再回去 于是他给派出所打了电话 对方让他先把丈夫手术的事处理好 回老家后就告知他们 丈夫出院后的第二天 他们就一起回了老家 赵有香去了一趟磁力县观炎桥派出所 工作人员说相关民警出差了 所以那天他没有见到相关负责人 第二天有熟悉的人给赵有香打电话 说有派出所的人到处找人打听他 有没有租什么房子 邓杰联系一个律师才知道派出所已经立案了 正在网上追逃赵有香 6月12日赵有香又去了一趟派出所 因为见到办案民警之后 他又接到邻居的电话 说派出所的人还在调查他租房子的事情 6月14日早上 赵有香第三次去了派出所 之前 去之前9点多 他告诉邓杰派出所的人给他打电话 邓杰告诉母亲 不要害怕 去派出所就是问话 没做的事情就不要认 赵有香告诉他 自己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这次去必须要说个清楚 上午10点左右 邓杰开车送母亲去了派出所 进去之前 他把手机和一些随身的物品给了邓杰 还嘱咐他要把小孩照顾好 把自己身体养好 到了门口 邓杰看着赵有香进了派出所后 开车回去上班 当天下午4点06分 邓杰接到派出所的电话 让他赶紧去县中医院 大约10分钟后 他抵达医院 看到很多人围在一个地方 走过去后 发现母亲躺在病床上 医生正在抢救 旁边站着两个医护人员 还有一个便衣民警 他摸了摸 母亲的手是冰凉冰凉的 几分钟后 一个医生拿着病危通知书 放到了邓杰手里 告诉他 抢救已经没有意义了 几个小时以后 赵有香的遗体被移送到了殡仪馆 邓杰也追了过去 但一直没能看到母亲的遗体 直到警方给赵有香的遗体 做尸检时 邓杰才见到母亲 他在一旁拍了几张照片 又让家里一个妹妹拍了视频 他发现母亲的舌面有伤口 手和大腿有瘀青 臀部颜色异常 邓杰最大的疑问是 他母亲在拍出所有四个小时时间 没有视频记录 他母亲在四个小时里经历了什么 6月14日之后 邓杰一直要求拍出所给他看当时的执法视频 先后又打了当地的检察院和政法委的电话 没有得到回复 6月20日 澎湃新闻记者致电当时邓杰联系的检察院和政法委员 对方称不方便接电话 6月19日 邓杰跟家人律师一起去了当地的信访办 要求看执法记录仪 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 他们看到了一个两分多钟的视频 邓杰和他的表弟回忆 这段视频显示 6月14日上午10点赵友香进入派出所 过了一会儿 有两名男性 一名女性把他带到了中医院去做检查 返回派出所的时间是上午11点15分 赵友香被带到二楼 从一个铁门进去后就没有视频记录 一直到下午3点多的时候 有医护人员从铁门进去了 接着有一个外卖员提着一个带子出现在画面里 然后又有一个医护人员上来 他是走上来的 没有很急 过了一会儿 另一名医护人员提着箱子 飞速跑了上来 进去了 一会儿 有两个医护人员在门口说话 说了一会儿话才下楼 后面跟着两个人 用一把椅子抬着我妈妈 看上去是昏迷的 头和手都下垂 邓杰回忆 在母亲身后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女性 她的右手拿着我妈妈的鞋子 左手像是拿着一个执法记录仪 但检察院的检察长说那是个手机 不是执法记录仪 赵友香被台上担架的那一刻 邓杰跟律师反复看了几次 她刚开始眼睛是稍微睁着的 在台上去的那一刻 眼睛就彻底的闭上了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她最后的时刻 看完这个视频后 邓杰脑中一直回闪一个画面 台我妈妈的那个视频的画面 很明确的可以看到 她的嘴角有血 已经干成了黑褐色 6月14日那天是赵友香的生日 邓杰平时是在画室工作 前一天她跟画室的同事说 次日下午打算提前下班 晚上和家人一起庆祝母亲 56岁的生日 当天早上8点多 邓杰正准备从手机上预定一个生日蛋糕 她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说自己要去一下派出所 她心想 不知道这种询问要多长时间 等她出来再给她补上 没想到那天的生日变成了忌日 照片里 赵友香看上去比实际的年龄年轻 竖着高马尾 灰色的西装配着黑色的衬衣 在她的朋友圈 发布的都是跟工作相关的内容 早年赵友香离了婚 开着一家宾馆 独自抚养着女儿 后来又和现任丈夫 重组了家庭 邓杰回忆 自从母亲的现任丈夫生病后 她的精神状态变差了 因为丈夫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 所以赵友香 一边照顾丈夫的身体 自己每天也会量血压 测血糖 九个月前 她做过一次胃部吸肉手术 不过当时检查的XPN信件图均正常 邓杰记得母亲三四年前 开始做养猪和美容的生意 平日里注重身体的保养 2018年 2018年赵友香在上海学习了一段时间的美容养生课 然后回到县里开了一家美容院 这家店铺40平米左右 有里外两个房间 外面一间房屋摆着两张灰色沙发 一张方形桌子 三张躺椅 穿过一个没有门框的门 里面有一张洗脸的床 和一张热聊的床 据赵友香的一个邻居回忆 他患有痛风 经常去赵友香的店里疗养 店里可以美容 刮痧 拔罐 洗脚 其中主推的是热聊床 但是从去年开始 赵友香不管这家店面了 因为要经常外出 他现在主要做清衣美 自己天天给别人刮痧太累了 就不想做了 在整理遗物的时候 郑杰看到赵友香 每天都会在笔记本上 详细记录行程 比如要到哪个地方 要跟谁谈合作 要学什么知识 邓杰回忆 赵友香很少去店里以后 藏在家里搭个简易的工作室 沙发桌子上摆着 各种各样的美容产品 截至发稿前 邓杰依旧不知道 母亲的具体死亡时间 也没有收到死亡证明 警方的那个通报 可能是有点问题 因为整个的这个采访 她的女儿从来就不提 她母亲涉嫌的这个罪名 似乎是有些个疑问 但是即便有这样的疑问 人也不能说死就死 她就是一个 干了坏事的人 也都要经过审判 有些东西 我们把几条 进行